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男人的叫李有才,有一个闺女,闺女的叫李月婴儿,月婴儿,可怜见儿都五岁那年了,她娘就去世了,刘才那怕她闺女受委屈,就一直暗眉细心,我闺蜜长大了,总该身边该有个知冷知热的刘才啊,给月婴娜娶了个后妈,那个后妈呀没个正行, 趁着刘友才能出去跑伤啊,没干点什么正经事儿,这些事儿呢,都让月婴看了眼泪,于是她爹回来的时候啊,月婴就跟她爹说,那你以后呢也别出去跑伤去了,你在家呀,好好陪陪我后妈吧,但是呢,这话呀听到后妈耳朵里呢,就感觉呀就跟上眼要似的,到我的小妆儿了,是不是啊,于是后妈呢就结上月经了,跟那个李有才说呀,你闺女在家呀,可没干好事, 偷奸养汗说有鼻子有眼,他甚至呢还找了一些人,正无证的给月婴了,栽桑陷害的都没出说一句,李有才呢,本身的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主,他绝对绝对的做这些事儿啊,真的是败坏他们老李家的门缝,亏他们为了养活玉婴啊,这么长时间都没再去欺人的怒火中烧啊,就要叫谢月婴说,我把你打死算了, 也算落了个家门严谨的名声,于是呢,李有才啊就要把月婴打死老师儿,那月婴就跟他爹说呀,爹呀你可不要听信这些外星酒吧的话呀,他都是陷害我的,你今天要是打死了我,你日后必定后悔,这李有才也就是这么说,他哪真舍得把月婴打死了,但是呢他有气不过,于是啊就抄起家门口的菜刀, 我就把这一婴的手给剁下去了,说你把这双手还我以后呢,乔归乔路归路,我李有才没你这个闺女白月婴啊,就这么赶出了家门,李有才能剁下来玉婴的这双手啊,就扔在家门口的那个大河里面了,玉婴儿被赶出家门之后啊,他也想不开,他寻思我呀,就让人泼了这么一身脏水,干脆一死了之,于是呢,月婴啊也走到了这个河边前,说我干脆啊就投合自尽算,但是 他转念又一想,人哪能就这么窝囊,就这么让人窝囊死了,他怎么着也得让这个事儿沉冤的血,于是呢,月婴儿就挣扎着哈,用柳条啊绑住了他这个手腕用来止血,勉强的那就沿着这河往下游走了,远远的沿着这河呀一路走下去,看见了这么一户人家,就在这个河边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面的架的是黄瓜架子,他实在是太饿了,于是呢,他就到这黄瓜架子底下呀,用这个河边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面的架子是黄瓜架子,他实在是太饿了,于是呢,他就到这 这个胳膊捧起黄瓜,照着这个黄瓜地儿就啃起来了,啃了两根之后啊,他又怕被人发现,是悄悄躲在旁边的草丛里面,迷迷糊糊的就睡过去了,这个院子里面的住的呀,是一个姓王的王家的小公子,王家呢其实也是一个高温大户,他家呀一共三儿子,老大跟老二都考取了功名,就剩这个三公子了,三公子呢叫王毅,王毅啊,在家里头闲人来人往的烦躁,于是呢, 就到家里这个庄子上面涂个清闲,在这里读书,家里呢也就播了这么一个老妈妈来照看他,他那天的学习学得累得慌,于是呢就出来了散散步,走到这院子门口,爱我家这个黄瓜汤怎么只剩了半了,拿起来一看,这底下呀都是些个牙印儿,这什么玩意儿的,牙肠这么大呀,说我今天哈我高低的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式儿,来吃我这黄瓜,他说他得每天进屋的把我咬了, 于是他晚上就留意着这边,果不其然哈,到夜里呢就听这边稀稀锁锁的,于是王毅啊就出来看着一看不要紧,黄瓜架下呀,趴着一个闺女,他就问这个闺女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来我家偷吃黄瓜呀,月婴儿呢,就原原本本把自己的式儿,跟王毅说了一遍,把王毅听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怎么这么可怜呢,你在我这我并不能让你饿死, 但是呢,这个我就害怕家里这个老妈跟我爹说,到时候这个式儿就免不了,麻烦你悄悄地躲在这个大衣柜里面,然后我天天给你烧饭吃,老妈妈呢,就给这小公子一个人做饭,她平时她也不干体力活,有口饭就答对了,但是这两天这个工资这个饭量进涨了, 平常她一份儿量打不住了,现在一份儿不行,还得来一份,还有一份不行再来一份,我妈说干什么贴得活儿了,比我都能造了,于是就老妈悄悄地爬窗口看,你看哎呀还有个龟子在里面吃饭啊,她也不正经吃饭的,然后我三少爷饿不得了,我得去告诉老呀,一个是一个眼的跑回家去了,王老师一听啥玩意,敢在家里伺候几个月呀,舍不得了,于是这王老呀, 风风火火就赶过来了,王老爷来得铁定藏不住眼睛了呀,就给揪出来了,王爷呢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老爷就问她说,那你打算拿着月饼怎么办呢,王爷说我娶她这是儿呢,既然让你让你堵住了哈,我肯定也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这姑娘寡女共处一室,月盈出去肯定是说不清了,况且呢在生活也不方便,我决定以后就照顾她啊,老爷们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说你你要是这么决定了的话哈,你可得好好待她,你可不行干出那个什么十万中期的事儿啊,然后王老爷说你放心吧,咱家的教养我肯定干不出这事来,然后这王老爷说,那得了这个月月的情况啊,咱家也确实不适合这种大骚大伴,黄天也在,后厨也在,你毕业我也在,你俩就扣个头啊,拜了天地,拜了高堂,拉倒的了就算成了亲了, 于是呢,这月英跟王毅啊,就地磕头拜了高堂,不是月英啊,跟王毅拜了高堂以后啊,俩人就生活在一起了,没过多长时间,这个王毅呢,他就要上京去赶考了,这时候月英儿已经挺得大肚子了,马上就要生了,王毅呢就跟这个月英说呀,孩子名字呢我已经骑好了,就叫金玉, 不管男孩儿女孩儿都叫金玉圆圆,说好啊我记着了,然后王毅呢收拾好行囊就准备出发了,所以这王毅阿林出发的时候,王老爷跟王夫人呢,就把他叫到跟前而说,你呀这回上京赶考,且不说能不能考取功名,到了京城之后啊,你可不能说是看着哪家高门大户的小姐新衣,与你或者怎么样,你就跟人家结亲,你可得接着哈,家里呢还有育婴呢,她可不容易啊, 你可不能干出这种三妻四妾的事儿啊,回头了你再让原因吃苦,王毅说我都记着了,放心吧,于是呢,这王毅儿收拾收拾行囊就上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有一个姓米的骨科医生,是本地骨科的权威,常出席各种学术论坛,发表的论文被当作博士生必读的刊物, 李医生可以说是当地的名人非常受人尊敬,每次在小区散步,看到他的人不论老幼都会主动跟他打招呼,唯一对他不友好的是小区里的一条流浪狗,每次看到他都会狂吠,还会跟在他身后追着咬,直到他走进楼道为止, 这种情况从半年前开始,大约半年前,李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个年轻的病人,这个病人叫陈迟,是慕名而来求医的,他双颊骨持续疼痛好久,去了很多医院都看不出问题,吃了很多药却一点而好转都没有,陈迟还不到30岁,年纪轻轻事业有成,时常资助贫困家庭,平时吃斋信佛精神,李医生替陈迟诊断一番,很快就有了结果, 双侧肩胛骨骨癌,已经到了晚期,你还剩半个月的时间,迟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不满30岁,平时吃斋,行善怎么可能会得上这种病,难道好人真的没有好报,他不敢相信,他希望可以住院,让李医生再仔细替他检查一番,李医生拒绝了陈迟,你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手术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人生的最后阶段,想要在医院度过吗,去吃点好吃的, 做点有意义的事吧,陈迟失落地走出李医生的诊室,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还想去寻访明医,只是他来找李医生之前有人告诉他,如果连李医生都治不好他的病,那就没有人可以治好,李医生的误诊和错诊率为零,既然李医生已经宣判了自己死刑,与其在医院度过, 不如趁着生命的最后阶段,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陈迟决定不折腾了,趁着最后的时光,做些自己想做的事 一个月后,陈迟再次来到李医生的诊室,李医生看到陈迟后非常惊讶,他的脸色很差,但看起来又很健康 陈迟说,上次李医生看过之后,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不知不觉熬过了半个月,原以为是心态让我多活了几天,直到前些天我尝出了这个 陈迟说完脱下了衣服,一双翅膀从他的背后伸展开来,那是一双洁白无暇的翅膀,是一双天使的翅膀 李医生小声问道,这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没有我谁也没敢说,那就太好了,我给你打一针,醒来以后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李医生给陈迟打了一针,陈迟沉沉睡去,李医生将陈迟裹得炎炎湿湿,将他推进手术室,手术灯打开的那一刹那 李医生看着躺在手术台上的陈迟说道,我说你给了骨癌,你必须因骨癌而死,就算是天使也没用 李医生切割掉陈迟的翅膀,不管是天使还是恶魔,我的诊断都是不可能错的 两天之后,陈迟死在医院里,死亡原因是双侧肩胛骨骨癌 李医生做完陈迟的手术后,整个人没有一丝变化,正常上下班参加学术研讨 大约一个星期后,李医生所住的小区,那条对所有人都很温顺的流浪狗,突然开始试图攻击他 使得李医生平常很少下楼,每次步行都会尽快回到楼洞里 每次只要他进入小区,流浪狗就不知从哪里窜出来,试图攻击李医生 这种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李医生实在受不了,他打算干掉这条流浪狗 他找了一个熟人,给了他一个小药瓶,对熟人说,用泡过药水的气枪子弹,打那流浪狗一枪 他就会彻底消失,一天后的晚上,李医生收到熟人的消息,任务完成 李医生靠在沙发上满脸笑容,还特意开了一瓶红酒庆祝 第二天下班回来,李医生闲停信不走在小区里 今天他的心情格外的好,他知道今天不会有狗叫声来影响他 李医生回到家,静止走到洗手间洗了把脸 他抬起头准备擦脸,看到洗漱台上的镜子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个人就站在他的身后,李医生吓得说不出话来 只听到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多亏你帮我干掉那条疯狗 否则我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报仇 既然做不了天使,做恶魔也是一种选择 这个故事看起来只是一个鬼故事 出场的角色只有李医生,陈池和那条流浪狗 故事很简单,却有细思极恐 李医生是骨科的权威,说明他在本专业是非常有造诣的 可惜为了所谓的名声,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命 只有技术没有得,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以悲剧收场 那条流浪狗给了李医生一个机会 可李医生却没有给自己机会 反而给了向他报复的恶魔一个机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 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这是哈尼族关于寻求光明的传说 故事描述了云南旅游景点 西双版纳哈尼族祖先居住的地方 长着一棵巨大无比的大树 大树枝叶茂密 遮天蔽日 是云南旅游景点 西双版纳哈尼人和布朗人居住的地方不见天日 充满黑暗 为了赶走黑暗 寻求光明 云南旅游景点 西双版纳哈尼人和布朗人团结起来 从两个方向砍伐那棵遮天大树 经过云南旅游景点 西双版纳两个民族的努力 大树终于被砍倒了 黑暗被驱散了 云南旅游景点西双版纳哈尼 布朗人民又见到了太阳 见到了光明 这棵大树一共有12条粗枝 每根枝条上有着30片巨叶 总共有360片巨叶 于是哈尼人把一年分为12个月 一个月有30天 一年有360天 这个传说记反映了云南旅游景点 西双版纳哈尼人民改造自然 追求光明的思想 又反映了他们积累经验创造立法的事实 关于太阳和月亮的传说 其中有一个传说讲 月亮和太阳是由一对恩爱夫妻变成的 一个名叫老七的青年在安葬附近时 发现了一种能起死回生的仙草 那仙草由恶虎守着 老七历尽千辛万苦 战胜了恶虎 终于获得了那株仙草 并用它就活了一个美貌绝伦的少女 俩人结为一对恩爱夫妻 后来老七得了病 他的妻子偷偷地将一只仙草熬汤给丈夫喝 老七喝了仙草汤后 化为一团光芒四射的火球飞上高空 变成一轮太阳 妻子见此情景 也将仙草吞下肚立 立刻变成一个荧光闪闪的银盘 飞上天去追赶自己的丈夫 从此日落月升 年复一年 由于两人的步伐一般快慢 所以月亮总是赶不上太阳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 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 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 是老汉去撬媳妇 女人三十岁人叫白白的皮肤 细细的哟 不过她命不好 先是生下傻闺女 再就是29岁那年丈夫死了 后来她选择再嫁 嫁给了比她大15岁的男人 她吃不了苦 何况还有傻闺女 更重要的是男人是矿工 收入高低不说 如果出了事故 一般矿主会赔三四十万元 女人穷怕了 不然为什么这么水灵 会嫁给腿脚有些毛病的人呢 男人又老又难看 眼卖嘴斜 男人也知道自己不配 可还是像得了宝一样 她挣的钱半分不少的交给女人 可一个月不过是一千块 除了吃饭穿衣剩下不了多少 女人不甘心那 啥闺蜜将来的要用钱 自己不想一辈子跟她这么过 到处是旷难 为什么男人就不 遇上一回的女人想的是那三四十万元 如果男人死了 她就卷钱走人 就是很恶毒的想法 却是最真实的女人买一副烟脂粉 打扮自己和邻居的男人打情骂俏 有人跟男人说 看你媳妇把你的钱打败了 和别的男人鬼混 男人只是嘿嘿一笑啊 饿他们的话而让她玩儿吧 其实男人心里是疼的 是不愿意她那养父 女人说了一句想吃红菊 男人就去镇上买 当然去的时候没有告诉她 矿上出世儿的时候 女人的第一个念头 是这一下子好了 三十万元该到手了 搬出了好多尸体 她一句一句的看没有男人 她失望极了 猛然回头 她看见男人骑着红旗走到跟前 而天真的像个孩子 给她说啊 我给你去镇上买红旗了 和别人倒搬啊 忘了哭泣 因为希望落空 男人却道我没事 你别害怕 她以为女人是瞎的 吃着红菊 女人心里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 男人更疼她了 也心疼闺女 偷偷的男人跑上山种水一个月周四 有人问住处坐下 男人笑着问道 谢地方娘俩住的以后我死了 这些树也长大了 可以养活他们 这话传到女人的耳朵里 她的心已酸 眼泪差点儿 后来女人染上风寒病了 一场男人一不解怠的伺候她 半夜里醒来 她发现男人抱着她的脚 女人问你抱着我的脚干嘛呀 男人说恶爱你 行我就会知道 省得你要接手 没人掺着 女人真的哭了 哽咽着说你真傻 病好了以后 女人说咱不去矿山了 矿上总是出事 前几天又死了好几个人 我怕这一次啊 女人是真心的 因为想明白了人是最重要的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之后女人老实了 哪也不去 不再打扮得像妖精似的 她开了一个小卖部 守着男人过日子 不久以后男人突然觉得胸口疼 干了一会儿活 够大的汗珠就落下来了 于是她偷着吃只疼片 一块前妻片的那种 一吃就是五六片 还心口我死还是疼 她偷偷的去见一下看大夫 大夫说肝癌晚期最多活三个月 想吃啥吃啥吧 别委屈自己走到街上 男人把带来的钱全花掉了 买了好多东西 女人的新衣服 闺蜜的花挂子 胭脂香水 却没有给自己买一样东西 第二天早上男人说她打算还到矿上上班 老板找的女人说不去太容易出事儿了 不去坚决不去 男人还是黑黑笑着到底还是去了 男人对老板说 给我男的火累 我不怕 老板当然愿意了 把她派到井下最深处 疼的时候 男人就在黑暗中叫着女人的名字 第三天上班 井下开始渗水 男人本来是有机会跑掉的 可她享有了三四十万元 女人和闺蜜一辈子就够了 于是她没跑也没呼救 得知消息之后 女人头都没收就跑来了 用手扒着井口手流了血 看见男人的尸体 她叫着她的名字咬牙切齿 我不让你来 不让你来 不让你来呀 她说男人的口袋里翻出医院的诊断书 她全明白了 这个她曾经很嫌弃的男人 质疑自己的生命 最后爱了她一次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继续下一个故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 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 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你知道在马里亚那海沟的最深处 人类发现了什么吗 水下一到三米 这是普通人游泳玩水的深度 水下二十到三十米 是潜水珊瑚礁的居住深度 水下四十米 这是休闲潜水者的训练 下潜深度水下六十米 这是大型掠食者虎精的活动深度 水下七十米 这是金沙的活动深度 它也是目前我们已知体积最大的鱼类 较大的金沙体长可达二十米 寿命也长达一百三十年 水下一百米 这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活动 深度必展开后体长可达四点三米 水下一百五十米 目前的深度可见光线只有地表的百分之一 水下二百米 这是黄带鱼的活动 深度较大的黄带鱼 体长可超十米 水下三百米 这是巨蟹的活动 深度有成日本蜘蛛蟹 这也是目前已知现存的最大榨长类动物之一 伸展开后体长有四点二米 寿命也长达一百年 水下五百米 这是南京能够下沉的最大深度 它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而较大的南京体长可达三十三米 众约一百八十多个人类 将蚂蚁关在玻璃罩内 蚂蚁科学家观测了生存环境 将自己生存的地方称为地球 而这个玻璃罩则是大屈层 将人类的房子命名为宇宙 同时蚂蚁发现人类使用的电灯会发光 将电灯命名为太阳 电灯的开关被命名为气垫方案 下七点后 太阳消失 宇宙风暴较少出现 当再次按下七点后 太阳又会出现 但是在探寻宇宙奥秘的过程中 蚂蚁却发现自己怎样都没办法达到移动的边界 蚂蚁之所以认为宇宙是无边无际 原因在于蚂蚁只能认知二维度 它们只能看到正反两面 而人类所处的空间是三维空间 也就是蚂蚁的宇宙是三维空间 这也让人不禁猜想 会不会因为地球之外的宇宙 更是高维度的空间 人类没办法进入 才导致人们如今都没有办法探索到宇宙的边界呢 地球大约在45亿年前形成 从形成那一天起 地球就开始自转和公转 直到现在地球还在一直转动 那么地球转动的动力源是什么呢 地球在未来会停止转动吗 地球是不是涌动机呢 要了解地球能够不断转动的原因 需要追溯至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的起源 最初的太阳系没有太阳 也没有个大行星和卫星 只有一团飘荡在宇宙空间中的尘埃和气体云 在太阳星云附近 游客大致让恒星发生了超新星爆炸 它所释放出的冲击波引发幸运中心探索成太阳 在太阳形成过程中 它的隐匿不断吸收星云 导致星云越转越快 病子变得越来越变 最终绝大部分的星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太阳 剩余的星云继续环绕太阳旋转 形成了圆形星盘 在圆形星盘中 尘埃和气体之间不断发生碰撞 形成威胁性 而它们又在盈利的作用下聚集 形成了包括地球在内的各大天气 一般来说海啸分为有海啸与本地海啸 辽海啸是指横跃大洋 我从很远处传播来的海啸 也称为跃洋海啸 海啸波属于海洋长波 一旦在原地生成后 在五岛女群或大片潜滩 一般和传播数千公里 而能量衰减很少 因此数千公里之遥的地方 也遭受海啸灾害 52004年底发生在运营的大海啸 就波及到几千公里外的斯里兰卡 而本地海啸是指返啸发生地域受灾的滨海地区 相距较近及海啸波抵达海岸的时间也较短 只有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 海啸预警时间则更短或根本无逆境时间 因而往往造成极为严重的灾害 现在海啸仍然威胁着全世界的沿海地区 而人类对地震 海啸等自然灾害预警机制还顺利薄弱 地球纳望而生微的力量 都应让人类深思 到底是人类征服了地球 还是地球掌控着人类 这是海底将成为最温暖的地方 幸存下来的所有生命都将在海底聚集 但是海底也迟早会被冰冻 因此人类必须在太阳消失后的半年时间内 找到另一个适合生存的家人 或者我们可以祈祷地球在脱离太阳系之后 能找到另一个太阳 并被它所吸引 重新获得光源 当然了 在那之前我们必须确保 地球不会与太空中的其他物体相撞 因为撞击一旦发生 整个地球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所有的可能性都将消失 如果情况不能发生改变 那么地球将在十年之后成为一个冰球 地表的温度会下降到零下200摄氏度 大气层也将急剧收缩 没有了大气层的保护 宇宙中的各种高温辐射 都将到达地球表面 到那时一切生命将不复存在 所有人类曾经的文明都将永久被冰封 如果未来地球持续降雨 十年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地球持续降雨一年 受大范围降影响人类的交通 电力工作受到影响 大部分人的情绪会逐渐崩溃 雨伞成为了每个人出门的必备工具 人类科技经济发展将逐渐下滑 人类将无法再发射任何探测器进入太空 地球持续降雨两年洪水开始大规模泛滥 每年受洪灾影响的人类将不计其数 不仅如此风暴地震将接踵而至 经济损失严重 人类开始建立构建运和提防网络 城市被围墙保护 避免洪水清洗 地球持续降雨 三年大规模城市被洪水淹没 人类逐渐感到绝望 倒塌的房子向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场景不仅如此 大规模植物开始被淹死 长期降雨期间 植物根系缺乏洋气 就会导致农作物缓慢生长 世界上10%的农作物死亡 饥饿将成为人类的主要问题之一 去持杀生活于约2800万年前的中心市 到150万年前最大体长20米 重70吨 是海洋名副其实的巨无霸 它的牙齿有成人巴掌般大小 张开嘴直径有2.8米 这三米那么长 远远超出一个成人的身高 双颚的咬合力高达20吨 胜过陆地之王霸王龙 所以他是一位兼具力量型和防御型的英雄 去自杀已经违和海生哺乳动物为师 纵横肆虐于海洋 只有一个梅尔维尔 地位谭经堪于匹敌 成年巨杀在开阔的大洋中猎势 幼年的则生活在离岸较近的海域中 气质杀会攻击 在海面换气的动物 它可以在短距离内快速游动 从猎物下方攻击长猎石 大型猎物石戒石杀 可能会先攻击其尾部 或者使其丧失游泳能力后再将其消灭 在海洋中猎物石杀